我幾天沒有睡覺了 一開過Teams 同事不斷問我不同級的技術問題 我親十個人都沒用了 除了辭職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好 明白的 在新常態下同事會有多了很多IT問題 想立刻找IT的同事去求救 傳統的一對一電話或者電郵支援 都難以24x7地迅速回應員工的需要 一個好的Self Service Tool 必須要簡單易用才能夠提升員工的生產力 ServiceNow的Virtual Agent 正正能夠令到你 可以在不需要離開Microsoft Teams的同事 可以有效地解決你的IT問題 這個APP可以幫你開啟一個IT Ticket 可以去檢查IT Ticket的Status和Update 以至去搜尋噴聲和去調整一些很常見的問題 用家只需要去到Teams開啟Virtual Agent 就可以開始使用 舉個例子 有一個員工未能夠連接到VPN 他可以在Check Window簡單寫下他的問題 這是一個常見的問題 Virtual Agent已經有一些特定寫好的Steps 引導你去簡單troubleshoot 如果這些步驟都不能夠滿足你的需要 Virtual Agent就會在資料庫內選取相關的Documentation 去讓你參考 如果一些Dock都不能夠解決你的問題 Virtual Agent更加會容許你直接 向Teams建立一個IT Ticket 並且記錄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非常緊急 你也可以立即提供原因 並且escalate這張Ticket 然後Virtual Agent就會將這些 escalation記錄下來 如果之後你需要去看相關Ticket的紀錄 也可以用Microsoft Teams去檢查 又或者去ServiceNow的Portal去檢查 除了ServiceNow之外 Teams App Store有超過750個Apps 讓你使用 這些Apps都令到你可以不需要 在SwitchApps的情況下 用到一些3rd party的Services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左下角的App Store 挑選你們需要的Apps 相信你們加入了Virtual Agent之後 你們每天都可以睡至少8個小時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去到以下的網站 以及加入我們的Lincoln Teams Superhero Group 去接收更多的Updates Hala!Peace to join you now! Bye Bye! Bye Bye!